这部电影当年击败了《无间道2》 多下了第23届 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电影的大奖 然而在内地却被观众评为烂片 因为内地对电影的内容要求一贯严格 为了通过审核 这部电影也被片方单独剪成了内地盘 并取名《大块头有大智慧》 片长只有85分钟 较香港版少了7分钟 杜琪峰的宿命论题 和《大只老能看透别人英国的角色设定》 都被改掉了 导致故事剧情根本就逻辑不通 所以才会被误认为烂片 今天499结合完整版 为大家讲解这部击败《无间道2》的神作 电影还要从一起凶杀案说起 中安祖接到报案 赶到现场后发现一片狼藉 死者死状恐怖 中安祖的警犬突然对着一个铁箱子狂叫 组长打开篮子 竟然发现里面藏了一个印度人 此人就是凶手 他有一身奇异的缩骨弓 惊呆了在场的中安祖 中安祖用铁链将他锁住 带回警局 另一边 刘德华扮演的大块头 正在舞台上跳着脱衣舞 引起下面富婆疯狂的尖叫 尤其是一位美女 对大块头尖叫着喊 我爱你 这不是刘德华的真实肌肉 而是用硅胶皮做的仿真外衣 重达60磅 光化妆就需要半天的时间 我们继续回到电影 突然警察过来办案 而刚才的美女李凤仪也是警察 大块头将内裤扔向李凤仪 扭头逃走 另一边在警车上 凶手恶狠狠的盯着中安祖的眼镜 眼镜看凶手这么嚣张 就对着暴打了起来 凶手用缩骨弓挣脱镣 将对方震出车外 晕死了过去 凶手也趁机逃走 组长赶紧带着警犬抓捕 而大块头和李凤仪 也刚好跑到了这边 和凶手撞在了一起 被中安组给暗倒在了地上 李凤仪要向凶手开枪的时候 被凶手的铁链打到 意外打中了警犬 大块头看到警犬的身后 出现了小孩虐杀小狗的幻象 原来大块头不是脱衣无男 他曾经是一位和尚 拥有能看出他人前世的能力 我也知道有些观众看过解读 认为这不是前世 我们现在先这么表达 等后面四就再给观众解答 大块头抬头一看 李凤仪的前世 竟是屠杀村民的日本军 大块头赶紧扭过头 不敢再看李凤仪 大块头被中安组 当成凶手的同伙 给抓进了警局 对大块头严刑拷打 身心善良的李凤仪看不过去 挺身而出为大块头作证 让组长放人 李凤仪也因此得罪了组长 大块头知道李凤仪活不了多久 就不想领对方的好意 他现在只想远离李凤仪 李凤仪抱住了大志老之前的资料 30岁之前 大志老在大陆一间石窟寺里当和尚 法号了音 李凤仪问他为什么不继续当和尚 大志老回答 吃不饱 没钱 但李凤仪知道大块头不是一个好人后 还是决定不起诉他 要放他回大陆 由于李凤仪得罪了组长 组长以人手不足的理由 将李凤仪调到了重案组 大块头看到李凤仪身上的幻觉 更加严重了 他知道李凤仪命不久矣 他说的看不见 意思是自己装作没看见 就不用去救他了 大块头回去后 依然过着醉生梦死的生活 但他忘不了李凤仪对自己的善举 决定出手帮忙 他告诉李凤仪 自己看到他们警察中会有人死 李凤仪不相信他 用枪指示大块头 李凤仪察觉对方没有恶意 就答应暂时相信他 大块头看到案发现场 推算出了作案的经过 死者见到凶手很害怕 凶手见到死者很愤怒 说明两人认识 两个人也都是舞者 是同门师兄弟 过了好几招 凶手武功更强一点 击败了死者 死者求饶 凶手却丝毫不理 将死者给活活打死 打了一路 打到流光了血 死不罢休 他们这么大的仇恨 说明曾经有过很深的感情 然而经历了许多次的出卖和信任 这只不过是一世的仇恨 李凤仪还是不信任大块头 大块头为了让他相信 告诉他自己之前是一个很厉害的武僧 还表演了一招一指禅 李凤仪让大块头踩起车 看看他有没有预知能力 大块头只好说出了实情 自己没有预知能力 但自己能看到果就能见到因 当他看到一个人死或者快要死的时候 就能从背后的幻觉 知道对方的死因 而这个死因是关乎以前发生的事 看似不相干 其实有大关联 虽然李凤仪没有听懂他的话 但知道死人后还是邀请对方破案 两人来到停事房后 他块头通过死者的尸体 看到了他的前世 死者和凶手前世 也是一对师兄弟 死者背叛了凶手 凶手要杀掉他 死者求情 凶手饶他一命 纽绳看到河里一只快要淹死的甲虫 准备救他上岸 结果死者不肯放过凶手 将他杀死 甲虫一只脚被掰断 死在了凶手旁边 就是两辈子的仇恨 才会让凶手这么恨对方 不管死者怎么求情 凶手也不会放过他 大只佬告诉李凤仪 根据因果关系 凶手肯定会被一个断手的女人救下 找到这个女人 就能找到凶手了 大只佬让李凤仪去医院查一下 另一边 一个女人下班回到家中 在洗手间发现了那个凶手 中安组接到报案 有个清洁工看到了凶手 警长让李凤仪过去 李凤仪将摩托车钥匙给了大只佬 让他跟上 可大只佬骑得一点都不好 东倒西歪 其实 杜琪峰这里是为了各搞刘德华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 天若有情这部电影 多少人爱恋刘德华 在天若有情中骑摩托车的帅气荧幕形象 可能是导演嫉妒华哥 就是要让刘德华骑摩托车各种狼狈不堪 这段也成为了电影唯一的笑点 中安组到达女人家后 凶手早就离开 他们在桌子上看到了奸杀嘴的消息 众人连忙赶去车站 社下重重包围 李凤仪提前一步找到女人 让他叫印度人自首 警长可不客气 对着女人暴打 让他说出印度人的下落 女人指了指自己的背包 警长拿着警棍对着背包猛打 背包中流出了许多血 警长拉开拉链去看 凶手没死将他拽了进去 警长拼命挣扎 手中的长枪走火 竟很巧地打中了女人的右胳膊 凶手撕碎背包逃离了现场 警长捡回了一条命 带人追了上去 李凤仪赶紧去给女人止血 他给大志老打电话 说了一下现场情况 大志老让李凤仪小心 凶手一定会来找女人的 中安组搜遍了车站 都没有找到凶手 李凤仪问女人 为什么要帮凶手逃走 女人告诉李凤仪 她也不知道为什么 认识她还不到一天 但感觉认识了好久了 就是想要帮她 这时凶手从李凤仪背后的 通风管道出现 要勒刺她 危机时刻 大志老出现救下了李凤仪 和凶手缠斗在一起 大志老力大无穷 用双腿将凶手固定在墙上 李凤仪激动地抱着大志老 大志老让他当作不认识自己 警长看到凶手要开枪打死他 大志老将他揽下 警长环顾四周才冷静了下来 大志老脸上露出了高僧般的笑容 李凤仪来到监狱想感谢大志老 大志老看到他身后的幻想消失了 感到特别的开心 但他不愿意再理李凤仪 第二天 大志老又要被遣返大陆 警长走到他的面前问 如果我再打那个嫌疑犯会怎么样 一念天堂一念地狱咯 李凤仪来到大志老之前所在的寺庙 打探情况 方丈告诉李凤仪 五年前大志老的好朋友小翠 被一个叫孙果的逃犯给打死了 孙果打死人之后逃到了山上去 大志老找了孙果好几天都没有找到 大志老很生气 乱棍打树 结果打死了一只小鸟 大志老就坐在树下 看着死去的小鸟七天七夜 然后脱掉袈裟跑走了 从此再也不当和尚了 因为他在树下看见了因果 所以他应该很痛苦 大志老来参加三大比赛 但他不是来拿冠军的 是来让别人击倒他的 就是打假赛 倒地前他看到了李凤仪 李凤仪的身后又出现了 日本鬼子杀人的幻象 李凤仪对大志老表白 大志老不想理他 在更衣室中 冠军来挑衅大志老 大志老想着自己做那么多 还是破解不了因果 他愤怒地打向衣柜 这一拳直接把冠军给吓着了 晚上李凤仪来抓一个犯人 这个犯人像泥球一样 丝滑得不得了 根本就抓不住 这个泥球怪还会飞檐走壁 李凤仪追他时 不慎从楼上掉了下来 关键时刻又是大志老出现救了他 李凤仪身后的幻象消失了 还是老规矩 大志老抓人 李凤仪当作不认识他 面对这个泥球怪 就算大志老力大无穷也抓不到他 大志老抓起身边的大网 将他给绑了起来 但这时大志老又看到了 李凤仪身后的幻象 这下他明白 李凤仪身上的因果根本斩不断 两人一起散步时 李凤仪勇敢地抓住了大志老的手 他很感谢自己那么普通 大志老还对他那么好 大志老对他说出了事情 其实你应该死了 我救的不是众案组 而是你 我看到一个日本兵杀了很多人 就知道你会死 我救了你好多次 还是能看到那个日本兵在杀人 大志老不想再管他了 他知道自己做什么都没有用 这是一个捡玻璃瓶的老婆婆 从两人面前路过 看到脚下有一个玻璃瓶 虽然不是他丢的 但他也弯腰捡了起来 李凤仪问大志老 我前世是个日本兵杀了很多人 金事我要还 所以我要被人打死 大志老说不是前世金生 那个日本兵不是李凤仪 李凤仪不是那个日本兵 只是那个日本兵杀了人 李凤仪就要死 这是因果法则 李凤仪问大志老 这样公道吗 因果就是这样的 前人种下的因 就会有随机的后人得到果 好多观众是不是也觉得这样不公道 凭什么别人上一世做了恶 让金事的自己来承担 佛教将轮回比喻为火柴 点燃一根火柴 然后用他的火点燃下一根 直到千百万根 而第一根火柴上的火 和第二根火柴上的火 虽然都是火 却不是同一个火了 善因得善果 恶因得恶果 这个因果关系不是发生在某一个人身上 而是在云云众生身上 你种下了恶因 他日别人得到了恶果 电影里不是李凤仪的前世是日本兵 只是这一世注定被杀 捡垃圾的老婆婆 就很好地表示了这一切 玻璃瓶不是他丢他 他却要捡起来 因为对别人来说是垃圾 对他来说是财富 一件事情上 对别人来说是因 对另外一些人就是果 有些人就会觉得 反正他人的因会发生在自己身上 那不然就白烂 自己也要作恶 然而佛家提出因果关系 是劝人向善的 如果人人向善 没有人作恶 那么就不会有恶的果 随即到其他人的身上 就如同大家都不再往地上扔空瓶 那么捡垃圾的老婆婆就会越来越少 这就是电影想要表达的主题 达之佬正是想明白了这一点 他如果向孙果报仇 就会有恶的因果传递到他人身上 达之佬也觉得不公道 所以再也不当和尚了 顿入红尘 嘴声梦死 师傅下山找到了达之佬 告诉他 李凤怡来过石窟寺 问了许多关于达之佬的事情 从这句话中 表明了师傅也能看到因果 当年他也做了许多救人的事 但最后还是没有改变 达之佬也已经救了他两次 师傅想劝达之佬放弃 达之佬告诉师傅 不是我救了他两次 是那个女孩自己救了他两次 我看到了他的善良 师傅也明白了达之佬的意思 让达之佬再给女孩一点时间 达之佬送走师傅后 要去参加健美比赛 却在半路碰到了李凤怡 李凤怡现在成了一个小太妹 还和一群混混待在一起 达之佬认为是自己说出事情后 李凤怡明知自己被杀 开始摆烂了 变坏了 达之佬看着这样的李凤怡 忧心忡忡 比赛也不专心 就在要输掉比赛的时候 李凤怡跑到他的面前 拿出自己的征兆 原来他没有辞职 而是混到小混混中来抓毒贩的 达之佬立马开心了起来 摆出高难度姿势成功夺冠 李凤怡的悟性并不比达之佬差 明白了身后的日本兵 这句话表达的是佛教中的因果报应观念 意味着人在生命结束后 无论是物财富还是社会地位 都不能随身一同带走 唯一能够伴随个人的 是他们在生前所做的善行和恶行 这些行为会形成一种 为业的力量 影响着个人的未来命运和境遇 在佛教中 夜是推动生命延续的动力 它包含了善业和恶业 分别带来好的果报和坏的果报 那晚李凤怡在车里哭了很久 过几天后他终于想通了 反正都要死 不如死得有价值 大志佬还是不知道怎么面对他 李凤怡让大志佬借自己一分钟 他牵着大志佬的手 慢慢行走在路边 一分钟后 李凤怡决然松手低头离开 一段时间后 大志佬受到师父的来信 急忙赶回了寺庙 原来李凤怡为了让自己死得有价值 也为了帮大志佬了却因果 就跑到深山中去找孙果了 现在警察找了一个星期 还没有找到尸体 警方将李凤怡的相机交给了大志佬 里面是李凤怡在深山的行程记录 他明白自己的死是无可避免的 所以他要帮大志佬抓到孙果 将这份礼物送给他 李凤怡一直用摄像机 记录着这几天的生活 在一个石窟里 他找到了孙果待过的一个窝 墙上写了许多让人害怕的字 这里待太久会使人精神错乱 好像一个地狱一样 李凤怡忽然间有一个很奇怪的感觉 觉得孙果他很可怜 摄像机上李凤怡在第六天的时候遇难 被孙果杀害 大志佬来到深山处 在一个草坪看到了日本人的幻象 他挖开看到了李凤怡的尸体 但这个尸体没有头 大志佬抬头在树上看到了日本人的幻象 这段真的是童年阴影了 大志佬在树上看到了李凤怡的人头 他愤怒的大叫让孙果出来 我要杀死你 突然有一道人影出现 大志佬赶紧追了过去 然而却出现了和大志佬长相一模一样的乞丐 这个乞丐不是孙果 而是大志佬的心魔 大家仔细看 银森的山洞变成了佛像 这很明显是大志佬的心理博弈 这个心魔是恶的一方 他认为看到了小鸟前世做过的坏事 所以才要打死 看到了小翠以前做的坏事 所以他就应该被孙果杀害 孙果打死了小翠 那么大志佬就应该打死他 所以心魔在山里找了他五年 最后打死了孙果 替天行道 让心魔感觉很痛快 他上辈子干了那么多坏事 这样也算是做好事 心魔继续说 李凤怡还是日本兵时杀了很多人 所以我也打死了他 心魔说这些话 就是想让大志佬杀了他 顿入魔套 大志佬怒了 和心魔打在一起 两人从洞外打到了洞内 大志佬更胜一筹 就在他要一棍敲死心魔的时候 他悟了 心魔盘坐在地上 对大志佬说 你是我心中的佛 心怀恶念的你有那么的可怕 今日的孙果杀了李凤怡 明日的你杀了孙果 就会万劫不复 渊渊相报何时了 如是因如是果 昨日因今日果 任何力量都改变不了 也就是一念天堂 一念地狱 因果是改变不了 但你不能想着改变不了 就去自甘堕落 继续做坏事 如果在幻想中 大志佬杀了心魔 在现实中 他就会杀了孙果 替李凤怡报仇 下一辈子 可能就会遭受到因果关系 他最终明白了 果改不了 那就重视当下的因 佛也没有掌控因果 佛只看重一件事 那就是当下重的因 所以佛只能够劝导世人 进步和向善 如果世界种下的全是善因 就不会再有恶果 这就是佛家所追求的乌托邦世界 大志佬悟到这个道理后 脱下衣服 重新穿上僧衣 就此在山上一直寻找孙果 孙果遇见他之后 他张嘴问道 现在是几年 大志佬告诉他 2008年 孙果在深山中待了十年 他已经不会说话了 大志佬抱着孙果说 我们回去吧 大志佬将孙果带了回来 交给了警察 警察给了他一身僧衣 这说的大志佬真是先锋道骨 将警察要了一支烟就离开了 这个背景真是太有意境了 其实 李凤怡死前在山上许下了一个愿望 希望以后不会再有人杀人 大志佬是由 韦家辉 杜奇峰指导 刘德华 张伯之主演的剧情片 在香港 这个电影是比无间道还要优秀的电影 获得了第23届 香港电影金像奖 因为内地上映是删减版 所以被大家评为烂片 好多人都认为 李凤怡死的果是因为 前世日本兵的因 其实不是他 李凤怡前世并不是日本兵 在影片中 大志佬也说过 不是前世今生 那个日本兵不是李凤怡 李凤怡不是那个日本兵 只是日本兵杀了人 李凤怡就要死 那个日本兵造的恶因 后面的人必然会有恶果 而还这个恶果的人 可能是下世的自己 也可能是其他人 但是在影片中 倒霉的就是女主李凤怡 她这辈子要来偿还日本兵的因 影片中 那个剪瓶子的老太太的那段戏 就是在讲这个道理 瓶子就是因 乱丢瓶子的人是造因的人 而剪瓶子的老太太就是来还果的人 就是同一个因果不是同一个人 这也是大志佬想不通 不当和尚的原因 别人的恶因 为什么其他人来偿还恶果 我做的因不一定是我来偿还果 那我为什么还要做善事 做恶也报应不到我的头上 所以他下山之后 干着骗人吃喝玩乐的事情 但是劫恶因必得恶果 日本兵 虐狗的小孩 被打死的师弟 都是这个道理 但是又有几个人看出 截善因必得善果的道理 那个印度人师兄救过一个要死的甲虫 这个就是善因 而那个女人不知任何原因 也要帮那个印度人 这个就是善果 这段剧情 大志佬说那两个人会死 是大志佬错了 那只甲虫没有死 印度人救了他一命 只是没有救下左臂 所以今生他救了印度人一命 还了左臂 影片中 甲虫是在水中被救 而他是在洗手间救的印度人 因果报应 在电影中 师父问大志佬 是你救了李凤怡吗 大志佬回答 是他的善良救了自己 同样可以理解为 因为善因 所以结的善果 再说说那个瓶子 老太太捡到了它 就是一个因果的结束 同时也是另一个因果的开始 大志佬的心魔 同样也能看到因果 只是和大志佬的解决方法不同 所以就出现了两个结果 也同时代表了两个开始 一个是恶因 一个是善因 最后大志佬醒悟 带孙果回去就是善因 影片结尾 李凤怡说 希望以后不会再有人杀人 没有人结恶因 自然就没有恶果 大志佬变兽 并且没有杀孙果 他用善的方法结束了一段因果 如果世人都用原谅的方法结束恶果 那就不会出现恶因了 佛家讲述的是普度众生 真正让男主放下仇恨 不再以怨抱怨的真正原因 是他悟到了 他如果杀了孙果 那其他人就会因为他杀人这个恶因 得到恶果 比如类似女主这样的好人 也不会善终 他要做的是种下善因 以此换来未来另一个人的善果 那么你还有不同的看法吗 欢迎打赞评论区和大家一起讨论 好了 今天的电影介绍就到这里了 求求大伙点个关注吧 你们的点赞就是我们最大的坚持 孟德四九天天见 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拜拜 感谢观看